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講一個挺有名的故事 是一個作家叫O. Henry寫的 故事開始的時候就講一個丈夫 我們儘管叫她做Richard Richard就要準備一個禮物 因為他們的結婚週年紀念快到了 其實他們夫婦都很窮 Richard要送禮物給他老婆 沒錢怎麼辦 但他有一個家傳很矜貴的錶 雖然錶鏈一早爛了 但錶本身還是值錢 他就拿去當舖那裡 把這個錶給了當舖 拿了一筆錢 然後買什麼呢 原來他老婆有一束非常漂亮 又很長的一束束繡法 他就決定去買一些女士用品的店 去買一把梳 那把梳其實他老婆以前走過看到 都說很漂亮的 不過那時候沒有錢買 所以就沒有買到 於是他就拿著那些錢 很開心地去買梳的店 買了這把很漂亮的梳 包好了就準備送給他老婆 然後回到家的時候 他老婆預備了一頓美味的晚宴 想著慶祝結婚週年紀念 吃完飯之後 老婆又拿了一個禮物出來 包好了 就要給John John又拿出他的禮物 就給他老婆 但當John接到禮物之後 打開 就發覺原來那個盒裡 裝著的就是錶帶來的 他就很驚訝 這個錶帶應該都不少錢的 在哪裡來的呢 他再看看他老婆 原來他最初都沒有留意到 他以為他老婆摘起了頭髮 原來不是 他看清楚 原來他老婆剪了他那些很長的秀髮 原來老婆告訴他 他已經把他的頭髮賣給店 那些假髮店 以至他有錢買這個錶帶給他老公 誰知道原來那個老公Richard 就是買了一個梳給他老婆 大家買了一份禮物 原來都好像用不到 不過大家看著大家 相互而笑 其實用不到有什麼所謂 最重要是那份的心意 其實人生都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我們人生發生的事情 都掌握不到 很多時候有些事情臨到我們身上 我們完全沒有想過這樣的 不過只要我們能夠彼此相愛 彼此支持大家 就算生命有什麼意外發生 我們一樣可以以一個有盼望的心情 去過我們的生活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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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